為中英雄接新的一年 何美德黨文教協會辦理新春的活動 邀請給文改音書組織作會來下新春的祝福 管理的王府美也以妄兔安昌 來祈求新的一年結帳又安聰 為了英雄今頭年的歷告 何美德黨文教協會 在德黨蘇伊辦理新春開筆活動 經過簡單的最初意識 美術大師林俊瑩跟管理的王府美 各自下下新春的結帳位 道東書院是我們彰化縣的五大書院之一 在民國七十四年指定為我們的歷史建築 可以說在公首跟理事長的帶動之下 這邊可以說文風非常的提升 不算是辦一款音樂或者書法 繪畫詩詞等等相關的一些課程 我們也期待說這邊能夠變成 我們何美的一個休閒 假日的一個好的場所 讓我們文風能夠繼續向下炸根 在我們現在現代的 剛才是期待的 我們這個文創文風 文藝的活動的版料非常好 帶動我們何美這邊 再加一些文教氣息 投資我們現代人的心情 原本開筆都是意義團統 四塊的方式聽黑 這次的林俊瑩老師 中世學院以水彩為作品來聽黑 今年我們請林俊瑩老師 用西洋水彩化的方式 他的特別的公益 來表現我們這個新春開筆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這個學會 就是一直在創新 有了縣政府的支持 有了政公所的支持 我們會源源不斷的 把這個議員工作推展出去 在專業的老師開筆記得之下 官長會比 頂端林俊瑩 以及頂端國際民意代表 共同社下萬事如意 先起床 繼續來年 學家平安 財源恭敬 大中華新聞也方有 何美彩虹報道 好嗎